沒有啦 我大概 其實我也是整個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 我常常在報紙上讀到我的作戰計畫 這實在很奇怪 我沒有說要選總統 也沒有說要規劃那個 也沒有說要阻擋 但是我怎麼老是這樣一世過傳來傳去 所以這個 我突然想到一句新的成語 謠言起於自責 就是說 很多人在製造我謠言 他一定都有內心特殊的目的 沒有啦 我大概 其實我也是整個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 我前幾天已經講過 我有回去反省 奇怪我怎麼變成這樣 我大概知道原因 因為我以前就是當醫生 特別是醫生裡面 加護病房跟急診 這種醫生有幾個特色 他們雖然也是主治醫師 但是他們不能選擇病人 我剛才講過 不會病人送到急診處 你要先問他說 你民進的話 國民動 因為我們長期來就是 反正來就是病人 就是要處理 所以我們比較不會去 差別項比較少 我想這個大概可能是這種背景 讓我們好像跟誰都可以對話 這個好像是我的特色